玉里一名骑士在路中间骑车骑到一半 开始上演了特技 直接站了起来 不过这一幕刚好被巡逻远景看见 马上追了上去 一查车牌发现这辆车还是张车 站着骑车又未戴安全帽 直直闯红灯还嚣张秀特技 因现行犯将理性男子逮捕移送法办 一名骑士在路中间突然一个起身 做出高难度危险动作 想在路中间耍睡 却被等红灯的警察看见 当场追了上去 预理远景巡逻时就看见证明 嫌犯站着骑车又没有戴安全帽 直直闯红灯还嚣张秀特技 遭警方立即上前逮捕 一查之下 竟意外发现是失窃车辆 以现行犯将理性男子逮捕 依送法办 见一名男子未配戴安全帽 且站立骑程机车闯越红灯 该名驾驶已形成交通危害 所以上前予以难停 盘查车辆时 发现该车竟是他侠所通报之失窃机车 所以当场进行逮捕 警讯后依窃盗现行犯 以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原来这名男子过去就有窃盗和公共危险前科 平时打零工为生 又攻称台东的朋友欠他钱 所以才将他车骑走 朋友当天就去报案车辆失窃 打到工作心情好 很久没有这样玩 因为我之前是骑独轮车的 又声称那条路非常笔局 四周没人 刚刚找到工作很高兴 才会想回忆一下儿时的特计 就炫技站起来骑车时 遭到警方发现逮捕